早安 各位 現在是早上八點半 好了 我打算用VLOG的形式去實測一隻我期待了很久的粉底 Let's go 好累啊 好累啊 我今天第一集會去的地方就是見過一個治療師 因為我有一個千年的航廢 我現在就見過一個治療師去慢慢矯正我這個問題 我矯正完之後我就會回家去Get Ready With Me 試個Foundation給大家看 我們來到這條片的主角了 這條片的主角有一點點故事 在這條頻道裡面其中一條最多人看過的Foundation的Review的片 就是它來自It Cosmetics的CC Cream 這隻CC Cream我已經用了好多支 都是我最愛的Foundation之一 它出了一個新的粉底 Your Skin But Better Foundation Skin Care 因為我待會有一連串的工作的關係 我就很想現在apply了這個Foundation 跟著我整個wear test 看看它的效果是如何的 還有今天是完美的日子去試Foundation 因為我剛剛做完一個水光槍的Treatment 以我皮膚今天的狀態 直接試這個Foundation 還可以測試究竟它的coverage如何 它包裝上跟CC Cream不一樣的地方 CC Cream是膠瓶 但這個是玻璃瓶 我CC Cream平時的Shade是用Light Medium 這個Foundation是用Medium Cool 我今天半個臉就會用Sponge去化 另外這半個臉就會用It Cosmetics的No.6號掃 它是一個平頭的Foundation Brush 其實我自己已經試過這支Foundation 我覺得這支Foundation 給我一個很大的驚喜 就是它的質感 我本身期望它的質感 會是厚一點 Creamy一點 這支粉底的質感是很水 很薄 而且一推的時候 完全變成皮膚的一層膜 超級自然的 超有光澤 現在我們馬上臉了 首先我先試一下Sponge Sorry 我的Sponge有一點髒 摺一臀 一臀 一臀 你看我的皮膚一臀 一下子已經完全遮蓋了 超級移退 大家看看 這邊是素顏 當光射下來的時候 我臉的毛孔都很明顯 但這邊的毛孔完全消失了 因為我今天想試Foundation Wear Test的關係 我決定遮瑕膏度不塗了 直接塗多一點粉底 塗上黑眼圈 它的遮瑕度絕對不算是超級高的 但它的遮瑕度足夠之餘 亦都可以給予一個很好的光澤 它這個那麼水的質感 是極度之容易混合 用任何照片 其實你掃兩下已經混合了 我這邊就會用這個Foundation Brush去試 在我上另一邊之前 我想告訴大家 為什麼它叫Skin Care 看了它的材料 list 和這個CC Cream是非常不一樣的 這個CC Cream 主要是是anti-aging 還有SPF在裡面 所以它的質感上是比較激 它這個Foundation有Haluronic Acid 在裡面 即是一些保濕的材料 它也有盧匯 可以幫你舒緩皮膚 還有它也有維他命E 和維他命B5的材料 所以你一路化妝 也是同一時間幫你的皮膚去護膚 一樣我在這邊也是用了一噴 毛孔立即是小了 這個Foundation有12個顏色 Sephora是有得買的 320元 噢!忘了跟大家說 我今天是沒有塗任何的Primer 我只是今宵起床的時候用了這個Cream 這個Cream 我差不多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我之前在我的Live裡面 都推介過這個Cream給大家 感覺很豐富的一個保濕的Cream 同樣我都塗多一點 遮蓋我的黑眼圈 當你有一個很漂亮很自然的底妝 你那天全日心情都會好些 完美! 因為我今天想實測這個Foundation 我只會在我的T字位這裡 放少少碎粉 我今天用的碎粉 都是來自It Cosmetics的 Bye Bye Pores 它是一個translucent的押粉粉 我今天的行程是非常緊密的 其實我都很少拍Vlog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到我的工作 是做些什麼的呢? 如果想看的都可以留意告訴我 而且覺得我這支眉筆很吸引 它是之前ONE PIECE和SHUMURA 出的特別版 但已經沒得買了 既然是用ONE PIECE 我就輕輕的嘴巴塗一點 都是之前它推出的特別版唇膏 快速搞定 我今天的行程是非常緊密的 首先我回公司開會 接著我們去學健康 接著我們再回公司開會 接著我們去金室道開會 接著我們再去學唱歌 究竟我做完那麼多東西之後 粉底會是怎樣呢? 我們立即開始我們今天的麻油油 我們現在剛剛回到公司 準備開第二個人個會 Hello Katrina 我今天用了一個新的粉底 你看看 好flawless 認真 好多收毛 好多收得很好 真的 我覺得我平時沒有好好坐下 不是 這樣的意思 看我們隔了幾個小時 好開會 Hello 她說我是吉他老師 Teddy Bang Guitar Yeah 有沒有練習先 有沒有練習先 每一次都會問一問這個問題 等一下你就知道 我看到我們今天會心裡 大家釋放下 有個 被關要quisitor 我們問一問 說的秘密的一課 兩個月後買水後 同學會自彈自槍 沒錯 一跳 雪芳 你自己說的 你自己說 兩個月後智能智翔 雪芳 開完背了 現在回家的同族 是有少少出油的 這些都很粗糙 但這些都還很完整 9個多小時了 我們現在在練歌 我現在已經是凌晨的1點10分 我們來個最後檢查 你會看到臉上有少少油 那邊反而可以 我平時的鼻子有很多油 可能就是因為我用了那個 translucent powder的關係 大家看到我在不同的光額的這個油 建議用這個粉的時候 可以用它的translucent powder 控油那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你問我這個新出的粉底 和CC cream有什麼分別 如果你是一個公司工作 很少接觸太陽的朋友 就可以去這個粉底 但如果你的工作需要 你可能經常會出街 我會建議你用CC cream 只有兩個 相比一下水薄一點 容易退一點 那個是creamy一點 但一個好的粉底 真的很重要 真的會影響你那天全日的心情 所以大家調粉底的時候 一定要謹慎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 就記得開個鈴鐺 還有記得訂閱 還有like 還有comment 大家記得要謹慮留言我一條影片 知道嗎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下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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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陰 下條影片 下條影片